Kissos插播客我们来讲解一个最近的经验分享 我们最近刚刚有一个同学拿到了意义的邀请 就超级超级开心 他呢没有考到8777 但是因为你们CC的那个抽签 然后又有省提名 然后就顺利的拿到邀请了 比较幸运就是他一直都没有停这个考试 所以我就跟你们说 即使你现在有加拿大工作经验的学生 你还没有到8777 但是你可以走省提名 你就赶快去考一个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复习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个同学还会被我们邀请到LiveViby上 上面跟我们去有一个Q&A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记得在这个视频的下面去留言 我们在Q&A的时候就会回答你们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他2020年8月份的第一次成绩 这次成绩就是听力是6分 阅读是6分 写作是5.5 口语是6.5分 总分是6分 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的话 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然后你会看到他的写作甚至低到了5.5分这个分数的 然后这个基础的学生是特别特别难 也不是说特别特别难 你需要每天学习的时间去更多考到一个8777的 然后他上了一对一课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月的时间 9月底的时候 听力和阅读都已经达到7分了 写作是6分 口语是6分 也就是说他写作涨了一个0.5分 听力和阅读是不是都涨了一个1分 都涨了1分 是因为我们的一对一课的话会给你做四门 一词提高的复习计划 并且针对你自己的一个优缺点会给你去留作业 然后我们又过了几个月之后的话 然后是今年初他考了一次试 这一次成绩是在1月份的时候出的 然后他的成绩是听力阅读已经达到2个8.5了 然后写作口语2个6.5 然后我们特别 然后现在这个成绩我们还会去复义 而且他写作之前考过一次7分 他考过一个8876的一个成绩还 然后我跟他的coach都特别特别开心 他是飞飞coach的一个学生 特别开心一点就是 看着他一步一步是从6分5分走过来的 然后再到了这么这么高的一个分数 可能以前很多学生都说 说我的学生都是本来就是基础不好的 就都是基础好的 但你会现在看也有基础不好的 这个东西没有基础好与不好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基础 你都可以去考到这样一个高分 我们看一下他整个复习里面 我只是说他复习里面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什么 我们认为他和其他的学生不一样一点 就是他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学习 就我们让他学的他都会有听 主要就是他在论坛 几乎有一阵的时间 就是每天都在做逻辑打卡作业 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在论坛做作业的 然后你们进入我们kisels.com这个网站之后的话 最上边有一个叫做朋友圈的东西 你点一下朋友圈 每个人最近的一些动态 全部都是在这边了 你都可以看到谁今天又发了什么帖 问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找一下这个同学 陈全 我在上面刚才就是搜索了一下 然后看他的名字 点击一下 你们可以看他之前发过的 所有的打卡的帖子 我们看一下 他是两个月之前 还在打卡他的逻辑作业 三个月之前还在去回复 然后基本上你们会看 他的更新就特别特别多 全部都是在写这些逻辑的问题 全部都是每 他几乎就是就这个帖子 一对一保分课 雅思写作逻辑打卡 他有一阵就是三四个月之前 就是开始去复习逻辑的时候 几乎是每天写一个逻辑 然后我们的coach都是每天去给他有回复的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是 他整个一对一的一个复习的资料 和其他同学的话 没有大部分的区别 是一模一样讲课的 然后就是每节课 不一样就是他报名这个14个小时的一对一 因为我们都会说 如果你分数是基础是五分 或者有任何一门五分的话 都建议你报14个小时 那个4500美元的一对一 因为课会多一点 能跟你把语法都看完 他有一个单独的表格 是专门去说中文逻辑的 然后其他的话 没有和其他同学真的学的 内容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说 他可能课下付出的时间 去做那个逻辑课的 写了更多的逻辑在这边 然后他给我们的反馈就是 他也去学习了很多 我们课程里面去提供的范文 然后如果你有 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 简单小的一个分享在这边 如果你对他有任何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在论坛直接去add他问的 就是直接发一个帖 论坛上面可以add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是这个 你可以add他的用户名 他就可以去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或者是你直接在这个 YouTube视频的下面去留言就可以 他可以在我们可以去收集这些问题 然后直接拿这个问题去采访这个学生 然后就希望这个简短经验分享 会给那些原本是5分或者是6分 要考8777的学生更多的信息吧 就不管你现在是基础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按照方法来 永远都是按照保分技能这个方法来 你总有一天都是可以去考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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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